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肯定要发朋友圈 当您发朋友圈的时候 我们能够给您什么样的支持 第二个呢 因为发朋友圈的目的 就是要激发别人来开小窗 问您问题 所以这就是接下来 第二个叫做疑问 第三 当别人问您问题的时候 你自然要给别人准确 妥善的答案 所以呢 就必然会有一答 如果你把一发 一问一答 这三个环节处理好了 那么我们相信 一定会让你的微购生意 变得更加的简单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一看 什么叫做一发 所谓的一发 就是要发朋友圈 在微信的销售中 每一个微信就是一家店 您就是这一家店组 您的朋友圈 其实那就是一个门店 那么 您怎么在你朋友圈 发图片 文字 怎么做的 能够吸引更多人的眼球 就跟您怎么去装饰 您的门面 是一个道理的 那么怎么发呢 我告诉大家 其实朋友圈 不外乎要发图片 要发视频 要发文字 还要发案例 基于这四大类 那么接下来 我就跟大家 一个一个的去说 在发这些内容的时候 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第一 先说发图 在发图里面 我要告诉大家三个词 精彩 色彩 粗彩 其实说白了 就是一件事 要吸引眼球 要让别人喜欢看 因为大家都喜欢 在朋友圈看图 那么 这个图如何能够发的精彩呢 如何能够吸引更多的眼球呢 基本上 图片就是包括这么几大类 比如说 关于您自己本人 比如说 关于产品 还比如 关于赛效果的图片 还有各种转发的 好看的 有意思的图片 其实 这些都可以 尤其是 这种所谓 before and after 中文意思就是 使用之前 和使用之后的这种图 这都是 别人特别喜欢看的 在这里 我要特别提醒大家 所谓这个精彩 色彩 粗彩的图片发布 据专业人士统计 最能引起朋友兴趣 想要和您开小窗 多问两句的图片 就是 before and after 就是 使用产品之前 和使用之后的 这种效果对比图 因为看到变化 会更能激发 人们联想到自己的身上 那第二类呢 就是视频 视频呢 我们提的一个点就是 十秒聚焦 一则 微信朋友圈里 也只能发短视频 再者 不管你这个视频 是讲产品 还是讲效果 还是讲热点 太永长了 也很难吸引注意力 总之呢 大家记住 最好就是十秒聚焦 如果不能在十秒钟 就吸引别人的注意 那就很有可能 会连着发好几条视频 这就会给人带来刷屏的感觉 如果你长时间 经常这样刷屏 大家就不会再愿意看了 甚至直接点选 不看这个人的朋友圈了 那不就失去了一个 拓展市场的机会了吗 所以 大家如果选择视频 最好选择这些 十秒就能讲完的视频 第三 文字 其实啊 文字大家都看过很多很多的了 因为发现一件事情 不同的人说出来的 有不同的感觉 有的人说的很有趣 也有人的说很平淡无奇 那么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发文字你要注意三有 一有用的产品 如果这个产品对别人有用 而不仅仅是对自己有用 那肯定更容易吸引别人 第二是有情的自己 其实在发文字的时候 不一定只是去销售产品 任何关于你自己的事情 比如关于生活 关于您的感悟 其实都可以发的 因为这些文字 可以让你的朋友圈 更加了解你这个人 在他们的心里 你不单单只是一个微商 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是他们的朋友 第三点呢 就是有趣的互动 比如那些可以激发别人点赞的 可以激发别人回应的 这样你就有更多的机会 和你的朋友展开互动 互动多了 感情自然就更深了 比如说 我们发的这样一个图片 那么你应该配什么样的文字呢 你可以说 敷面膜前是栗子 敷完是草莓 你也可以那么说 敷面膜和不敷面膜 差异真的非常大 但是你看这个文字配的 从前有一支草莓 它从来不敷面膜 结果呢 变成了一个例子 用这样的一个语言 你会发现很可爱 也很有趣 而且也说明了一个道理 大家会觉得 你不是在强迫我干什么 所以大家记住 在朋友圈 其实大部分人 都不喜欢硬生生的产品推销 那么大家在编辑文字的时候 尽力量力而为 公司呢 也会尽力的给大家 生产一些吸引眼球的 有情怀的图片和文案 帮助大家 把微购生意做得更好 但是大家要记住 如果微信这个三排五十二个字 你还不能引起你朋友的注意力 其实啊 你这条朋友圈就没有价值了 那第四个呢 就是赛案例 案例的要求是有理有据 有理有据有效果的案例 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所以很多朋友也喜欢看到这些 那赛案例怎么做到有理有据呢 比如说你有顾客反馈 如果你用文字说 当然可能也有效果 但如果你有真实准确的截评 那肯定就显得更加真实有效 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几个要点 大家从这个PPT上的文字 想必也能顾名思议 那有哪些内容可以拿来当成案例赛呢 比如说顾客反馈是不是案例 使用的效果 尤其是前后对比的 那当然是更有利的例证 发货的清单也可以晒啊 其实您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案例啊 而且您要夸自己 大可以非常的自信 现在是个个性张扬的时代了 不仅可以晒自信 还可以晒很忙 累了饿了都能晒 要是有美好的生活更要晒 成功也是很让人羡慕的榜样嘛 所以让你和你的产品 一起鲜活的呈现在朋友圈里面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成为受人喜欢的人 刚刚我们前面说的发图片 发案例 发文字 所有的这些发 它的终极目标都是 要激发你朋友圈的朋友 愿意开小窗跟你私聊 如果他们看完你的朋友圈 给你发了一个小窗 问了你关于产品的问题 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疑问 我这里说的疑问 是指别人问咱们问题 咱们卖面膜 就要想办法让别人问 关于面膜的问题 那消费者会关心什么呢 咱们就要提前做好准备 那这里 我们就列出了顾客最关心的十大类问题 针对消费者最容易问到的十类问题 比如说 关于品牌 关于科技 关于成分 效果 材质等等 如果有好友私聊问了这些问题 那说明咱们除了一发 成功吸引了眼球之外 已经成功了第二步了 这个时候 就需要您针对这些问题 给予精确的回复 这如果一天有一百个朋友问你 大家足以打字的去回复 可能会占用大家非常多的时间 所以呢 我们会做一个文档 而且我们都把它编辑成一种口语化的表述 把它放到一连网或者播库 方便大家下载 到时候 顾客只要问了这些共性的问题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复制粘贴 给他们非常的便捷 当然了 那么个性化的问题 就需要按照这个个人的情况来回答了 但这些共性的问题 相信 会帮助大家减少很多一个一个的打字的时间 提高服务和经营的效率 在问这里 我要多祝福大家一句 也算是个在疑问 这一节里的一个更高的要求 就是如果大家觉得跟顾客 友情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了 大家可以在解决完那些问题之后 尝试着去问顾客要一张素颜皂 为什么呢 因为啊 第一 有了素颜皂 你可以清楚地了解并分析它的肌肤状态 这展现专业的大好实际道了 第二 你可以借此判断一下 你们的信任有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 另外 有了这张素颜皂 它将来敷面膜的时候 肌肤有没有改善 就积存了一个案例 有利于你们保持更加良好的关系 让它亲自验证效果 而且 在这里 蕴含很多点 如果它愿意 你可以拿到照片 给一些肌肤的建议和赞美 如果它不愿意 大家注意了 千万不要勉强 你就知道什么关系了 你要让顾客做好准备 你后续还需要继续努力 跟它建议信任 总之 如果你看不到它的真实肌肤 那么这一次可能最多就是卖一些面膜 而如果您能看到顾客的素颜 那就很有可能未来再多销售一件产品 所以大家要记住 要一张素颜照 不仅是一种判断的方法 更是为今后创造了一个机会 好 说完一发 一问 接着就是 一答了 所谓答 就会解答顾客的意义 我们把顾客的意义分为四大类 需求类 价格类 效果类 和品质类的意义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 闲货的人也是买货的人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顾客有意义 不怕 这是好的表现 重要的是 我们如何去解答这个意义 在这里我要求大家一定要非常熟悉我们的产品篇 那个讲解的内容 其实就是包含着我们要如何去解答这些顾客的意义 比如说 需求的意义 我们主要跟他讲这些生活中非常常见熟悉的场景 以及相关的肌肤问题 比如说追剧的时候 运动的时候 相信很多人都有相同的生活场景 这样就更容易激发顾客的需求问题 再比如说我们这里列出来的暗 红热 相信很多人也会有同样的肌肤问题 这些都可以促进产生相应的需求 谈到价格 这是任何商品都会存在的问题 大家就记住一句话 价格问题永远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 永远都是值不值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解决价格意义的时候 重点是要告诉消费者 这个东西对他本人来说值的 所以大家仔细学习产品篇里 关于石壶的那些介绍 你起码要明白这些是名贵棕草药 以及精采石壶的挑剔的生存条件 我们还要去模仿野外种植 种植期耗时长 而且它的作用不仅仅是能保湿 还能同时提亮肤色 很少有面膜能够兼具这些功能 以及介绍珍锡仙草面膜中 高价值的核心成分等等 去告诉他产品怎么值得 如果顾客是对产品的效果有意义 那大可以直接用产品的实验数据 去展示产品的效果强大 有理有据 真实直观 而且我们每一款 包括保湿的效果 保湿的时长 控油的效果等等 都有相应的研究数据可以支持 最后 关于品质的意义 我们可以使用产品和材质认证 与实验的视频 去给顾客展示产品品质的优势 我们的面膜有多轻 有多薄 如何能够吸附更多的精华 以及我们获得了哪些权威的第三方认证等等 这都是说明了产品的品质 所以大家首先要熟练掌握相关的产品知识 当回答完顾客的意义问题后 那最后一步非常重要 最后 嘱咐大家 答完了 别忘了临门一角 大家别忘了最后加一句 你要不要体验一下我们的仙草面膜 你要不要体验一下我们这款气色锁水面膜 你就是在帮顾客做出成交的决定 临门一角 因为最后咱们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成交 谢谢大家